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五 来看今天的科技资讯吧 昨晚才发布了Galaxy C5和C7的三星 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了 蝙蝠狭版Galaxy S7A级 冠名Injustice Edition 整机采用黑色机身 背面印有蝙蝠标logo Home键、听筒、耳机孔、摄像头等包边 都进行了镶金处理 据悉该机将于6月13日 在中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 拉美等地区发售 回想去年钢铁侠版S6A级 被炒到56万的天价 小编只想说是不是傻 贵个千二八百的还可以接受 56万咋不去抢嘞 日前HTC官方微博 先后共贴出4张海报 暗示有新品发布 今天HTC官微再度发出微博 并at京东 京东也回应下周见 这样看来就明了了 JDFU原来就是指京东4U的意思 眼看京东618造势正火 估计HTC也想利用京东 在3C产品上的独特优势 选择与京东合作 但是想到HTC时那251的预定量 不知道雪仪会不会鼻头一酸 如今市面上的3D拍摄设备 价格相对都比较昂贵 而现在Vatrima为我们提供了 更为亲民的解决方案 它可以利用镜子分割场景 来实现立体视觉 并且可以在不需要后期制作的情况下 实现3D观看 不过Vatrima也存在缺陷 制作的视频不适合2D观看 除非你喜欢看两个相同的视频画面 在你面前播放 据悉该镜头估计会在今年6月份上市 售价仅为49美元 看完3D相机 再来看看3D Touch交互功能吧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科研团队 研发了一种能适用于任何智能设备的软件 Force Phone来增加类似的交互功能 不过实现的方法与苹果完全不同 它采用了基于声纳系统的新技术 软件让手机的扬声器 持续发出人耳无法听到的18千赫兹高频声响 而手机麦克风却能侦测到 当用户将手指按在屏幕上时 会使得整体音高稍微变化 当麦克风检测到这种变化后 软件就会生成对应的指令操作 不过18千赫兹人虽然听不到 但它一定会让你身边的某些小动物 感觉很不舒服吧 今天有网友爆料称 今年的iPhone7会在机身上采用防水设计 而为了保证防水的功效 苹果不得不将iPhone7的Touch ID 弄成与1加2类似的触摸式设计 也就是说只能摸不能按下去 如果这样的话 那苹果就很有可能会给它加入3D Touch 以实现压杆操作 曾经在1加2上这种按不下去的实体键 饱涉吐槽 不知道苹果这么做了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据韩媒消息 腾讯与微影时代将分别向韩国 大型娱乐经纪公司YG 注资3000万和5500万美元 三方签约仪式将于5月31日 在首尔军乐大酒店举行 对此腾讯方面表示 本次签约使得之前的QQ音乐 与YG娱乐的合作更紧密 当然除了音乐之外 腾讯还希望与YG携手 开拓更多的娱乐领域 对了 如果你还在为买不到正品的苹果配件 或者价格太贵而发愁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看哦 淘宝搜索店铺Vager 苹果正品配件 低价还包邮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话说你都看到这儿了 你就不订阅一下再走吗 当然也非常希望你能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因为在那里还有你想要的更多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博报 我们下周再见咯